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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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要正式進入到這個大觀元的專題 可是呢 因為大觀元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這個專題 會講比較多的這個背景 然後呢 我們會再進一步來說明一下 整個大觀元的特殊的細部的安排 那麼就整體上來說呢 我想請大家注意一下 回顧一下 我們都非常的了解 整部紅樓夢如同我們之前所介紹過的 它基本上呢是一首呢 回首前程的一個這個哀婉的 一首這個永嘆調 那麼它所哀婉的對象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包括青春之美 這個是從這個個體的生命而言 大概就是人生當中呢 大概是最美好的一個階段喔 不過這個最美好 我實在是要打上一個引號 因為青春固然很美 可是呢由我現在來回顧喔 我真的覺得青春同時 要付出另外一個代價 那就是無知 那人生就是這麼的微妙 就是當你擁有外貌的華貌的時候呢 但是你的內在心靈其實是不成熟的 可是當你越來越成熟的時候呢 你就要面對 你的生命正在逐漸消退的 這種恐懼跟無奈 那我想這就是人生的課題啦 所以每一個階段都有它的功課要做喔 那不過呢對一般人來講 那麼青春階段真的是他們人生當中最美好 那都充滿了這個探索的好奇 也充滿了這個發現的驚喜的一個階段 那所以整部紅紅夢當然是聚焦在這個 我們書中少男少女這些角色們的 這個青春階段而琢磨的喔 所以呢當然這裡面所這個極力渲染的 當然就是青春的各式各樣的美好 當然這個美好最主要的 也就是他外貌上面的那一種華頁 以及他內在心靈的某一種純潔 不過呢當然這個青春的個體 他絕對不是孤立存在的 那麼紅龍夢請各位不要忘記 這從他的先天的這個入世的意願 一直到他後天整個成長性格的形塑 其實基本上都是有一個非常特定的 單一的一個針對的階級 那就是貴族喔 他絕對不是如我們今天所想的 是他所要反抗或者是他所要反對的喔 所以這個青春之美 他背景上是一個富麗堂皇 是一個集人間各式各樣之精美 以及包括內外在的某一種優雅的 一種特殊的世界 所以這個青春之美他所安頓的環境 是一個如此精美華麗的一個貴族家庭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過去談到很多 那當然這個貴族家庭也不能孤立存在 他背景落腳在現實人間 所以這個現實人間他所涵瓜的一切存在 所謂有的人事物終究會歸於空患 會歸於疾滅 那所以整部書他的這個訊息的含量 那麼是非常龐大 然後他所觸及到的這個人類心靈的深度 那也是我們幾乎過去所難以找到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那整部紅樓墨所聚焦的這個青春之美 以及這個貴族家庭各式各樣的優雅精美 那麼所這個匯集也可以說所具體化的那個對象 當然主要就是大官員 因為唯有大官員 才能夠讓青春之美盡力綻放 各位還記不記得在貴族家庭裡面 是不是禮教非常森嚴對不對 那在其中的生活事實上 相對來講自由跟個性是被削弱的 這個是不是一件好事 這當然我們還可以再討論 不過畢竟要展現那種青春的自由 跟那一種甚至是放縱 那麼必須要另辟一個特殊的空間 所以這就是紅樓夢 為什麼要有一個大官員的原因 那麼在這一個整部小說的這個空間規劃當中 那麼這個大官員的設計 是讓這些少男少女比較能夠依 今天所肯定的一種自由的狀態 然後去展現出他們多樣的個性 而也因此比較能夠充分 那麼去探索他們各自的一種獨特性 那麼所以這樣的一個大官員 當然就是一個不可或缺 否則我們都在這一個 所謂的榮民府宅的正式環境當中生活的話 每一個人其實基本上都會被塑造 外貿上大致一致 這樣的一個比較單一的形象 這麼一來啦 個性啦 精神啦 所謂的主體啦 那相對而言就比較沒有他舒展的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進入到 《紅樓夢》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舞台 也就是大官員 那大官員的象徵意義實在是非常的多 那麼歷來的論述也有非常精彩的說法 那我挑選一些來跟各位分享 那由於這個是文言文啦 我想辦法到時候再整理講義給你們 那麼以下這三段的影文都是清末的時候 一位《紅樓夢》很有名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評點家 他的筆名叫二之道人 那這位二之道人對於《紅樓夢》的一些 評點的說法都常常給我們耳目一新 而且可以讓我們有很深的啟發的 那麼首先你可以看到 他在所謂《紅樓夢》說夢 這樣的一個評點著作裡面就提到 這個第一條提醒我們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告訴我們大官員的結構 結構其實就是塑造 怎麼樣去安排他成形 事實上就是血情胸中秋霍也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其實就是這個偉大作家的 心靈的產物 那麼是來自於他整體的人格 他對這個世界的整體的認識 乃至於他整個世界觀 他整個人生觀的投射 所以他事實上就是虛構 雖然他來自於很多現實的材料 我想大家最粗淺的認識都知道 一個作家他如果沒有他現實世界的 各種人事物的這種基本的材料 他事實上是不可能創造的 即便他是在寫所謂的架空小說 他的來源他的認識 還是來自於他現實世界的種種 具體的那些知識 所以呢 但所以呢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一個偉大作家他當然不能受限於 他所既有的這些基礎材料 他要重新加以融會貫通 重新加以改造 而這才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部作品 那麼甚至是他能夠成為一部偉大作品的原因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作家 所賦予這個作品的生命力 所以請你們注意 大觀元是不可能還原的 那麼他的不可能還原 有好幾個層次的因素 第一個他本來就是虛構 所以他的材料來自於許許多多 不同的現實環境 那麼是曹雪芹依照他的敘事的需要 然後才把他原用進來 所以在整部小說當中你會發現 如果你實際透過科學的方式 去家裡推敲的話你會發現 奇怪 曹雪芹這邊寫的跟那邊寫的 竟然是發生衝突 如果你把他當作是一個 有一個確切的地圖 來加以追蹤滅跡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他自我矛盾的地方蠻多的 那這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根本上不是建立在一個 具體的模型上面的 而是在很多的細節甚至方位上 他是根據他當時的那一個敘事的需要 然後去加以使用的 所以有的時候不見得會去配合 整體的一致性 所以這個請各位要注意 第二個我們透過支批的很多訊息 那支厭齋是很知道曹雪芹的現實材料 來源的一個算是親眼的一個見證人 那麼連他都說大官員事實上他就是一個 所謂胸中秋貨的一個體現 那麼所以你不要認真以為真的有一個什麼大官員 那裡面他所提供的很多訊息 老實說跟紅樓墓裡面的描述也有一些衝突 所以我想我們首先要先知道這一點 所以任何還原大官員的企圖都是註定失敗 以至於從清末到我們現在以及一百多年 試圖去匯出大官員圖的那些努力 我們都會很清楚的看到 他們彼此之間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 因為某A他所畫的大官員圖跟某B 可以南遠北側到 你會發現好像是完全不一樣的原子 那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胸中秋貨的一個虛構產物 那麼曹雪芹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去構設 去結構這樣的一個大官員 他是壯年吞之於胸 他整個人生都在觀察 都在思考 都在進行各種審美的 知識的 還有各式各樣包括文化的 社會的 那麼以及包括人心的各種觀察 然後都把他吞之於胸中 那整個內在發生一個資源系統的 一個會通之後 那麼老去才吐之於比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其中融合了他對這個現實世界 他對人生以及對這個社會的各種認識 然後才把他整體的體現在他的作品裡 所以我想這段話先給各位做一個前提 真的大官員絕對不是有一個客觀的圖樣 然後一絲不苟的彼此按照那個圖樣 去一磚一瓦建構出來的不是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所謂的紙上園林 這個紙上園林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虛構的一個特殊空間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想我們真的不需要 一定要把一個所謂客觀的大官員圖給找出來 那事實上我們已經說過了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註定失敗的努力 我們倒不如就那麼樣子的就事論事 很切實的在每一段情節裡面去看 作者怎麼樣在這個地方 根據他的需要 或者是為了人物性格的呈現 或者是為了某一些情節的塑造 一些情境的體現 他把大官員的這個空間安排停台樓閣 依那樣子的一個當時的需要 而加以描繪 對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善體人意的地方 是在這裡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作者終於創造出他心目中 可以讓他所愛的這些少男少女們 可以盡力展現自我生命風華的一個美好的樂園 所以二字道人說 大官員與呂仙之枕鞘等耳 這是什麼意思呢 呂仙之枕鞘 我想對中國傳統的傳奇小說 有一點接觸的人都會知道 這是來自於哪一部唐傳奇的術語跟典故 就是枕中記 有沒有 在枕中記裡面有一個智慧老人叫做呂翁 然後他是不是給那個男主角叫盧子有沒有 說你因為你累了嘛 我給你一個枕頭讓你好好休息 結果那個枕頭有一個很特殊的設計 是不是翹起兩端 就他兩端有洞 結果呢因為進水樓台 所以這個盧子呢 那麼倒在那個枕頭上面睡著的時候 好奇妙他說突然發生變化 他竟然可以舉身而入 進入那個枕鞘 那個枕鞘竟然變得很大 可以容納他的這個身軀 結果他進去之後就會發現 完全是不一樣的世界 都是他願望的實現 這個就非常符合佛洛伊德的理論 好啦所以各位就知道說 這個枕鞘基本上他就像一個門檻一樣 讓你呢可以從現實 進入到一個神聖的空間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過渡儀式之後 你就會進入到樂園 老實說這個枕鞘的功能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在西方也對這個做了非常多的 精彩的闡述 我們在此不暇多說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 這樣的一個功能呢 他在一個我們非常耳熟能詳的樂園文本當中 也同時出現過 所以這樣的一個門檻意義的一個元素 這樣的一個設計 當然不一定是要用整鞘來體現 凡是這一種很狹小 但是可以溝通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 這樣的一個通道的設計 都具有這樣的功能 都可以引領我們超凡入盛 然後從現實的困惡的 有限的悲傷的世界 可以進入到一個美好的永恆的 然後你在裡面是體現到 生命最完滿的狀態的一個世界的 這樣的一個終界點 那麼那個樂園文本就是桃淵明的桃花園記 桃花園記裡面有一個類似這樣的空間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還記得吧 應該要會背吧 那一段那麼短 你們不是經過聯考進來的嗎 好 那個都應該要背吧 對不對 蛤 我們那位愚人啊 不是從一個變動的殺戮的 新亡的一個現實世界 然後通過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眼前才豁然開朗 有沒有 有什麼什麼農人往來種作啦 有桑田美族之暑啦 然後在那邊就是進入到一個 永恆的禁止的世界 有沒有 那個中間的過渡是哪一個 在這個文本中是哪一個小東西 還記得嗎 他不是臨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彷彿若有光 奇怪是我在背書啊 你們怎麼都不會呢 好 彷彿若有光之後呢 他不是說初級霞才通人 可是越往前走 眼前就是別有洞天 有沒有 所以那就是山有小口 你看跟這個整鞘其實是同樣的功能 告訴各位這一種設計呢 基本上是超越時間 超越文化 而因為他是人類內心當中呢 一個所謂quest 人類的存在基本上其實都一直是在一個追尋當中 而在這個追尋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我們遇到困惡會遇到很多的試煉 然後我們要經過很多的轉化 而因此他形成一種幾乎是非常普遍的一個共通模式 所以在告訴你們一個你們很熟悉的 非常好的一部動畫 裡面其實有類似的設計 那就是神隱少女 有沒有 神隱少女裡面也有這樣的設計啊 那個就是小隧道嘛 對不對 那就從人類的世界是不是進入到一個魔幻的 魔法世界裡面去有沒有 然後呢 最後也是通過那個出口 然後才回到現實世界裡面來有沒有 好 所以其實這樣的設計我們撫蝕可見 因為那真的是人類內心中的一種很特殊 當你在展開追尋之旅 我們要尋求智慧尋求自我的超越的過程當中 你幾乎都會面對到的 而只要找到這個門檻 我們就有機會突破自我超越現實 那這個事呢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所以這裡的二之道人這樣的說法非常精彩 他注意到大觀元跟這個整鞘所引領那個爐子 進入到了另外一個慾望滿足 然後呢 能夠充分實現他的理想的那個世界呢 幾乎是如出一策 所以大觀元就形同於這些誤道類小說當中呢 他們追尋這個生命的洗禮 乃至於呢 慾望滿足的一個所在 所以各位你們看 寶玉入乎其中就綜藝所如 你看啊 夢境就是一個慾望滿足的一個方式嘛 這個佛瑞德已經講得非常精彩了 所以他在裡面綜藝所如 窮歡極餘 裡面盡其所能品嘗這個溫柔香 所帶給他的那麼最完美的一種品味的極致 所以在這裡面他過了19年 其實當然沒有這麼多啦 這個是一個約略的說法 那麼足之石破天津 最後他推整而起 既從來處來 人從去處去 所以這就是完成了賈寶玉的一個誤道過程 所以各位你們要注意 這個說法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他看出大觀元的一個樂園性質 而這個在中國傳統的樂園書寫當中 是淵遠流長的 那麼所以曹雪芹他事實上是繼承 這樣的一個文化傳統 可是他又超越這個文化的個別性 而帶有一個普世的永恆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整俏 還是可以在世界上許多的理論家 跟類似的這個描述裡面 可以發現他們的共通 好 所以下面他就乾脆 同樣是二字道人的說法 他說雪芹所祭大觀元 恍然亦無柳先生所祭之桃花源也 所以你看 祭把大觀元 比你為那個整中的世界 那麼又把他乾脆就比你做桃花源 所以你看這中間事實上是有那個 本質上非常共通的地方 所以那麼其中是靈禍填詞 予與榮府中別依天地 那麼自保育率群差來此 已亦然自樂 直欲與外人間隔矣 有沒有 他根本就不想回家 不想離開這個大觀元 所以此中人異語雲除卻怡紅公子 雅不願有人來問今夜 所以這個就是專門為賈寶玉 所打造的一個完全是配合他的需要 所產生的一個樂園 那我想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他作為一個樂園的屬性 既然是一個整中園林 他當然可以不必完全遷就 現實世界的邏輯 那麼但是他又根據現實的原則 那麼給予這些這個園中的各種存在物 那麼根據他的需要 又給予高度的象徵性 所以我們下面有一個介紹 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是說這樣所創造出來的桃花源 這樣的一個整中世界 在紅樓幕裡面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象徵意義 那下面我們所說的這六個象徵意義 是來自於那個柯慶明老師的一個說法 那我有進一步的說明 我覺得這個六個說法簡潔二要 那我進一步做一些申訴 那麼老師認為 大觀源是象徵人間極致的富貴 好 這是他說的 那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各位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假如沒有榮國府 有沒有可能有大觀源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邊我要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可是這個簡單的補充 是經過很長久的一個觀察跟思考 才獲得的 因為我們的成見真的是歷久不衰 在最後已經形成一個非常頑強的意識 而不自覺的前置我們的一些觀察 那所以非常非常長久以來 我終於發現到說那個說法恐怕是不精確的 不精確的話恐怕就是錯誤的 那就是各位都知道 整個《紅樓夢》是建立在所謂 對富貴場跟溫柔鄉的一個受想意識 大家還記得吧 好 那麼可是我們會發現很奇妙的是 明明富貴場跟溫柔鄉 在石頭喚醒入世之前 是他整個慾望的一個完整的全體 可是當我們作為現代讀者 在閱讀《紅樓夢》的過程當中 不自覺的用我們個人的某一些意識框架 然後就做了一些 恐怕不一定符合他的意願的一些詮釋 所以一個非常普遍也一般被接受的一個說法是 賈寶玉以賈寶玉而言 他們認為賈寶玉這個人他在整個那個19年的 這一種綜藝所儒的情況底下呢 事實上是否定富貴場而傾向溫柔鄉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應該有對不對 那這個說法有沒有根據呢 有 畢竟我們賈寶玉確實常常提出一些 蠻反體制 蠻反正統的一些言論 他不是說你們這些讀書的人 他就取了一個外號來貶低你們 冷氣已經來了 好 所以你們看看要不要把窗戶關起來 他說了什麼把你們取名叫什麼 那些得書卷獎的同學 寶玉就要罵你們囉 他用了什麼難聽的話 這個叫陸渡對不對 就你們都是parasite 就是你們都是什麼 拿國家薪水的寄生蟲 所以他說你們是陸渡 然後你這些什麼喜歡讀書的人 他就覺得說你們全部呢 都只是想要寄生在這個寄有體制底下 所以才讀書的人 所以他就被把你們貶低為這個寄生蟲 那他又焚書對不對 沒有坑儒啦 好 那所以這些呢 很多荒誕不盡的行為呢 我們好像很直覺的就會把他理解為說 他就是呢反對既有的那一套科舉制度 那一套讀書人的一個升遷的 這一套這個現實的基礎 但真的是這樣嗎 那再加上說 常常寶玉常常覺得說 哎呀你們怎麼王熙鳳 鳳姐 探春你們都超那麼多心 不像我們有沒有 只管安復尊榮幹嘛超那麼多心 能夠好好過一日這樣子的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就是我的造化有沒有 他常常有類似這樣的言論 那麼把這些道理 這些描述綜合起來來看 好像我們真的很自然的 就會跳入到一個conclusion 就是說他反對富貴場 可是我真的經過非常多年的思考 跟仔細的檢驗辯證 那麼我發現這個說法事實上是不對的 怎麼說呢 請你們注意 第一個寶玉表面上反對讀書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反對的讀書是哪一種讀書 他不是沒有道理的把所有的讀書都推翻 要不然林黛玉是不是也讀很多書 林黛玉的肖香館是不是布置得像一個書房 所以劉姥姥進來的時候 還誤以為是哪個公子哥兒的書房 他完全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小姐的秀房 那這麼一來的話 這不是就是自相矛盾嗎對不對 那麼他最愛的林黛玉跟他姓林相通 可是林黛玉的屋子裡面 可能幾千冊的書籍啊 那所以這個就很顯然 跟他的這個主張是形成衝突的喔 但是假設他沒有衝突呢 那麼是不是我們的理解出了錯誤 所以有的時候現象的矛盾 並不是他有問題 是我們解讀的人有問題 因為我們偏執某一個特定的成見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簡單說一個結論 就是說寶玉從不反對讀書 他反對的是把讀書當作是一個現實 贏得公民利路的手段的那一種讀書 換句話說就是讀八股文啦 把四書當成是一個謀取將來 公民利路的一種手段 他就覺得你這樣子褻瀟了讀書 讀書事實上是來開發我們的性靈 讓我們的眼界更開闊 讓你的靈魂可以提升 你不讀書是絕對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 這麼努力的來推廣高等教育的原因 就在於這裡 因為不讀書你確實還是可以做一個好人 可是你就跟形上的那個超越界 你是完全絕緣的 可是人要超越這個現實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那個才能夠讓你的智慧開發 所以我們一定要再提醒各位 薛寶釵的一句名言 他說如果任何事情不拿學問提著 就會流入世俗了 對不對 你再聰明你也只會變成精明 你再好的一個人你所做的那些付出 也只不過就是在現實世界裡面 很有限的那一種人跟人之間的 比如說70億人份的自私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你只能夠對人做一些事情 可是為什麼我們只能夠把我們的愛 局限在人群的世界裡面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不讀書 真的就不能夠超越 所以寶玉從不反對讀書 那麼他反對的是把讀書當作是一個現實的手段 然後你把它當作是一個公民利路的 這一個敲門專 那這個就是他所反對的 所以所謂的路度指的就是 你看嘛加個路字就知道 你們讀書真的只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所以讀博士不是為了要追求學問 而是在盤算說我是不是可以當教授 社會地位如何薪水多少 我見過很多這樣的學生 所以那才是我們寶玉所反對的對象 同時各位有沒有還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即使燒掉了很多書 但是他留了什麼書 他就是留四書 那麼四書是中國傳統智慧的來源 這個也他都是沒有否認的 而且他事實上是誠心誠意的 徹底信奉在生命中實踐的 這在小說中有很多的情節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多說 好啦所以簡單說 我覺得正確而言精確來說 寶玉所反對的不是富貴場 他反對的是維持富貴場的責任跟義務 因為你們要知道 在富貴場中的人事實上是非常繁忙的 我們總以為說 這些有錢人應該就很有閒吧 你錯了 這一種公侯富貴之家的人 他們平常是不是公私應酬非常的多 紅白大禮啦 各式各樣的禮節啦 他們真的比我們忙得多 因為他們有很多不得不去遵從的 那些繁文入竭 所以寶玉抗拒的是去承擔 維持這個富貴場的責任跟義務 這樣子他才能夠得到休閒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差異 所以很多東西真的我們都在想當然爾 所以這個請各位要注意 所以他抗拒的絕對不是富貴場本身 相反 我們的溫柔鄉是被包瓜在富貴場之中 沒有富貴場就不可能有溫柔鄉 你們要知道維持這樣一個溫柔鄉 是不是要非常高度的經濟資本 你們家是養不起的啦 很多人之所以維持一夫一妻治 只是因為他沒有錢在納竊啦 對不對 我們好像常常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一個老師就開玩笑說 杜甫對他的妻子非常好 他們始終同甘共苦 於是有一個學者就很堅酸刻薄的說 那只是因為杜甫很窮啊 他根本養不起第二個老婆 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說法當然實在是滿刻薄的 不過點出了一般人性的事實 雖然杜甫不一定合乎這個人性 好 總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要養一個大官員 我們上個禮拜是已經看過 如果再省心一次 容國甫是不是就金窮了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高度的 經濟資本的一個維繫 好啦 所以我們要說的就是 所以賈寶玉絕不可能自我矛盾 所以他既全心陷入溫柔鄉 可是他也深刻的享受了富貴場 所提供給他的各式各樣精緻優美 而且真的是充滿了神美品味的各種物質 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看他喝的是什麼湯 蓮葉羹 然後吃的是茄響有沒有 螃蟹燕等等 這一些可不是他所反對的唷 這根本上就是構成他生活中的 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前提 你連想過都沒有他會失去 所以當賈寶被抄家之後 支批留下了十個字 他說你看看啊 現在這樣子的錦衣玉石 對照將來失敗之後呢 我們的寶玉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好像有跟你們提到過 叫做寒冬 你們沒有 我們沒有講過嗎 有嘛 是不是寒冬葉酸雞有沒有 都已經吃那個酸的收掉的菜 而且是在那個冬天 所以簡直是沒有辦法應付的 一個艱困的現實難題 所以寒冬葉酸雞 血液呢 微破沾 所以你看這中間的對比 其實是讓人不生感慨 而這種不生感慨 我們也曾經在明末清書 處於一個小品大家 也同樣看過類似的星星 他們的感受是相通的 那個人是不是就是張黛 所以他也寫了什麼 西湖夢巡 陶安 夢意 跟我們的紅蓉夢是不是如出一策 所以要注意他們所感慨的 絕對跟我們不一樣 他從來沒有反對過他所在的這個階級 所以大官員能夠採聲 就因為呢 榮府的登峰造極 因為出了一個皇妃 所以有省清的需要 所以要蓋一個大官員 以至於呢 至少在表面上 把榮國府的這個榮華富貴呢 帶到底峰 當然我們上次說過 你贏了面子 最後呢是失去了李子 所以大官員事實上 在這樣的一個壓力之下 是加速他走向滅亡的速度 這個是我們以後講到 這個元春的時候再說 那總之因此呢 這個大官員他確實象徵人間至極的富貴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錦上添花 來請各位翻一下 我們的秦可卿用了八個字的兩句話的名言 那麼來加以這個描述 他在死前做了一個預告 來請各位看一下兩百頁 第十三回 那麼第十三回呢 他就提到說 他說我們家已經富貴了百年 那麼但是呢世間是沒有永恆之道的 因為我們都在無常的興衰之中 那麼如果為了要長久之計呢 我們大概要有另外一些 為後路來設想的一些安排 但是呢不但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他下面說 來在這一頁已經是到第八行 他說呢 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 那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灼井之盛 所以請各位注意 烈火烹油鮮花灼井 意思都是指井上添花火上加油的意思 那總而言之就是 我們家已經夠榮華富貴了 但是他會更上一層樓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呢 請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都是指所謂的那個鮮花灼井的 井跟烈火 請你們注意都是指甲家既有的榮華富貴 已經夠了不起了 是天上的雲層 我們民間難以這個幻想 但是呢就在井上會再增加花開放 那麼在烈火上又會再加油 所以那更是這個火力四射 更加的富力繁華 那麼所以這是指那個原村的風飛 好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同學分享一個 非常有趣的觀察 對於原飛他提升了甲家既榮華富貴的 這一個一個狀況呢 除了烈火烹油跟鮮花灼井之外 小說在另外一個地方 透過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品物 一個意象來加以體現 那就是在第三十 應該是在第31回 好來請各位第三十一回 這個呢在我的印象當中 好像沒有同學家注意到 所以我做了一個研究 那跟你們來分享一下 在491頁 好那別的版本的同學 你們就找一找吧 大概在最後面的那三四頁了 那我們這個版本是在491頁 第三十一回 那整個背景是寫 史湘芸來到了甲府 然後呢跟大家已經都打完了招呼 應酬完了之後 他就跟著他的貼身丫頭就是翠綠 然後兩個人就走在大觀園裡面 那主仆之間呢 就眼前的景象 然後就有一番對話 然後請各位來看一下491頁的 這個倒數第八行 那只剩下翠綠跟這個湘芸兩個人 那小丫頭就問啦 他們這個園子裡的荷花怎麼還不開 他們現在大觀園裡喔 請注意喔 所以他們有水池 然後上面就有荷花開放 那史湘芸說時候沒到 因為這個萬物的節氣自有他的一個邏輯 那翠綠就說 那這也跟咱們家池子裡的一樣 也是樓子花嗎 好 從這句話各位先暫停喔 所以很明顯各位可以發現 史家他們家是什麼花 開了樓子花 先不用管樓子花是什麼 等一下我讓你們看 但是你們先告訴我他的花種 花鼠是哪一種 從他的脈絡應該就考察得出來啊 他們這個花跟我們家的花一樣嗎 也是樓子花嗎 所以很明顯史家的荷 我已經講出來了 史家的荷花因為性質太急 你們都不趕快努力的思考動腦筋喔 所以他們家的荷花是什麼花 樓子花 那賈家的這個荷花還沒開 所以不知道 然而請繼續往下看 那這個史湘芸說 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意思是說 以荷花的這種品種來說 那麼就開花的這個盛況來講 不如我們家 但是不能僅止於此 我們接下去看 那翠綠就發現囉 他們那邊有棵石流 接連四五隻 然後真是樓子上起樓子 哇 這也難為他長 然後史湘芸就說一番道理 他說花草也是同仁一樣 氣脈充足 長得就好 好 所以這段話非常的重要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表格 所以你可以發現 賈府開出樓子花的是哪一種植物 這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是元春的代表花 是 所以是石流花 那這個石流花有很多的象徵意義 我們以後講到元春的時候再說好了啦 總而言之 那這個它也是樓子花 可是比起史嘉來 那麼更勝一籌 它是接連四五隻 然後樓子上起樓子 老實說我們現在就要來說明 這個樓子上起樓子呢 根本上是非寫實的虛構 大自然界不可能有這種情況 怎麼說呢 來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什麼叫樓子花 因為曾經玉侯老師看到我寫一篇論文 然後就裡面提到這個樓子花 就很好奇 他說樓子花是不是指說一顆植物 然後呢 它因為那個除了枝幹之外 它是不是還有那個枝葉的分叉對不對 他說那是不是那個花就開在 這些這個分叉的這些枝條上 這當然不是嘛 如果是這種花是不是很平常 到處都看得到 你們在校園裡面走 那個櫻花不就是這樣開的嗎 那這個一點都不特別 不是 這種根本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植物生態的現象 所以樓子花是一種基本上是基因突變 那基因突變是很少見的對不對 所以這才會是一種植物界的奇觀 總之樓子花是這樣子的 請不要嘲笑我畫的圖 好 因為每次我畫圖學生都會偷笑 因為我把那個五花馬畫成恐龍 我畫得很高興啊 我說這是五花馬 你們知道什麼叫五花馬嗎 李白的名師啊 五花馬千金球孤兒將出換美酒 於耳同宵萬古愁有沒有 所以五花馬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所以拿去換美酒 然後我就很 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 然後就很高興的畫五花馬 本來真的很得意 然後學生在下面偷笑 然後說老師那是恐龍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慚愧 人總是有所長有所短嘛對不對 好 你像我們現在畫的是樓子花 好 這是一朵花 總該很像了吧 所以樓子花是這樣子 他不是在旁邊在開桌畫來 這不是 這很正常 那個可以叫病帝 可以叫有沒有病帝就是這樣子嘛 但是樓子花絕非如此 他真的是基因突變 所以非常罕見 他是從這個花心裡面 那個花蕊有突變 所以他再開出一朵花 是這樣子 這個才叫樓子花 所以很特別吧 沒見過 你見過了真的就可以去買樂透 好 總而言之 這一種樓子花呢 請你們注意 在我所看到的文獻裡面 唐代就已經歌詠過 唐詩裡面就有 那麼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晚唐的詩人裡面呢 他們所歌詠的樓子花 大部分就都是荷花 所以很明顯 好像荷花的樓子花比較常見一點 雖然它已經夠罕見 然後那個時候呢 他們把它叫做重台 重台荷花 重台什麼什麼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這就好像那個起那個樓閣 然後一層一層往上建築 所以他們把它叫做重台 這個是中古時期唐宋他們的一個用法 那到了這個清代的紅樓夢呢 他就把它叫樓子花 這個就比較口語化一點 好 所以我們請大家來看一下 那麼樓子花只要開一層 其實就已經是非常罕見的奇觀 請各位注意一下 樓子上起樓子 這就是我們一般比較常見的 所謂的樓子花 基本上就是重台 重是不是就是雙層的意思嘛 可是呢你會發現好奇妙喔 曹雪芹呢他為了他的需要 他去呢虛扣一個現實世界 絕無可能的樓子上起樓子 還接連四五隻 你們知道嗎 這樣開起來不得了啊 再一直往上加 那這樣一來你可想而知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花 這個母豬 這個母體他能夠承受得起這樣的重量嗎 當然不行啊 那個是沉重到沒有辦法負荷 這個當然也就是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 原村風飛對賈家所帶來的沉重的經濟負擔 我們上一週不是有提到嗎 蓋一個大官員是不是就已經耗費無數對不對 他說賈榮說再洗一回清怎麼樣 那就金窮啦 所以這個是假家附和不起 所以真的很多東西我們只看外表 你不能夠了解他真正的意義喔 可是我們很多讀者真的很容易忘聞生意 這是我們要努力克服的一個心理障礙 好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樓子花 所以呢請各位就注意到喔 原來在賈府當中石流花會樓子上起樓子 完全都是為了對應原村的風飛 而且所以呢比起史家 那樓子花從台而已 他要更上數層樓 所以請各位注意 假使王靴四大家族是不是共成共榮了嘛 對不對 他們都已經是人間的這個 可以說是榮華富貴的極致 可是極致當中還更有極致 那就是我們作者所要給賈府塑造出來的 一個非凡的形象 那這個非凡的形象就體現在原村風飛 而原村風飛又體現在他的石流花 接連四五支樓子上起樓子的 這個特殊的設計 那麼我想對於石流花是原村的代表花呢 我們先從一個直接的證據來說 那就是第五回 嘉寶玉神游泰區換進的時候 他看到的原村的叛詞裡面 是不是就出現石流 有沒有 那麼所以總而言之 那麼我們講到人物專論的時候 再做一個系統的說明 好 所以請各位注意 烈火烹油鮮花灼井 他作為一個抽象的 雖然他已經有非常形象化的那個內容 但是他在小說當中 更體現在一種很獨特 基本上是虛構現實不可能的一種 樓子上起樓子的石流花 而這個石流花就開放在哪裡 是不是就是在大觀園裡 所以大觀園跟原村的關係 根本上就是密不可分 他們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那麼彼此是一個共同體 好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我想我們要跟各位補充這些有趣的內容 那麼大觀園的第二個象徵意義呢 他是象徵了骨肉玩具樂想天倫之地 我覺得就這個來說當然也非常的重要 還記不記得原村被送到宮中 是不是就很難出宮了對不對 賈家作為一個家庭 有一個成員幾乎是永遠缺席 從人倫的角度來講 不要忘記我們探春的紅蓉夢曲 那一支作者給了他怎麼樣的曲名 是不是就叫做分骨肉對不對 而這分骨肉的情況 早就已經在原村身上呈現出來 所以骨肉分離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在原村入宮 就已經是一個不能避免的一個女性的悲劇 而如此一來 要讓這個家族成員能夠完整的再聚 能夠讓這個家族的人倫可以再度完整起來 是不是只能夠讓原村回家 那就是醒親 所以大觀園的建造目的 也確實就是為了皇帝體恤 父母愛子女的一份心 以及子女思念父母的那一種天性 所以特別開恩 讓這些人可以回家 而因此才會有大觀園的 等等這些原子的產生 所以大觀園本身的象徵意義 確實如此 就是要讓他們呢 能夠重新獲得天倫之樂 那麼除了原村的這一個意義之外呢 我特別還要另外補充 讓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老實說真的都非常悲慘 就是因為有慘痛的分離 所以這樣子的回歸就特別讓人感傷 那是出現在第80回 來請各位翻到第80回好嗎 那麼這一段我有一些補充 要來跟你們分享 就是可憐的迎春 他是會嫁給了 他非常慘烈嫁給了孫中山 不 孫少祖中山郎好嗎 我亂點鴛鴦服喔 有的時候講太快 就是因為他不是子系中山郎嗎 那那個系不是跟孫爺很像嗎 我在做自我辯護啦 好 不可以再笑了 那麼孫少祖的少是哪個少 不能寫錯字喔 你們亂改你這樣的名字 我要控你五分喔 哪個少 是介紹他就是克少姬球 要克少他的祖宗 這個都是非常傳統儒家的觀念喔 好啦 他嫁給孫少祖之後 人家是不是把他當丫頭一樣來折磨 對不對 然後就很可憐啦 而且你看他突然之間就被嫁到一個 他完全陌生 而且對方根本就是凶神惡煞的家庭 這麼一個柔弱的喉門千金 他真的沒有辦法承受喔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歸寧可以回門 好 然後就不斷的哭訴 來 請各位看最後一頁1278頁 好啦 那請看1278頁的第二段 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 那孫家的婆娘媳婦都已經待過晚飯 打發回家去了 因為沒有這些人的監視 迎春才敢講中心話 我請你們再做一件事情 因為將來我們要整合就比較容易 請告訴我迎春吐露終曲 把他心中的痛苦煩惱傾訴的對象的是誰 是王夫人 可是迎春的嫡母 就是說他所屬的那一房是哪一房 是刑夫人那一房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我上次已經跟你們提醒過 王夫人事實上是這些呢 所有的少男少女們 當然少數例外 那麼是真的他們是他們的第二個母親 他是一個大母神 是在護衛他們的 那所以迎春你看是只有在這裡 他才得到一些溫暖 那麼所以你看迎春哭哭啼啼的 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 說這個孫少祖一味好色 然後呢好賭酗酒 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僵集影片 夠可怕吧 這簡直是心門禁 再來 他說我略勸過兩三次辯罵我 是什麼處置老婆你出來 然後又說老爺承收著他五千銀子 不該使了他的 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 他就指著我的臉說 你別跟我衝什麼夫人娘子 你老子使了我 你看講話都非常的粗筆 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 把你折准賣給我 我意思就是說你根本是用來抵債的啦 所以你不要跟 不要以為是我的正佩夫人 就要來什麼這個做一個尊貴的姿態 沒有你根本就是來抵債 所以你是一個貨物 所以呢好不好 我就打一頓撵到下房裡睡去 然後講了一堆就講得很難聽 就欺負這一個真的是孤弱的一個女性 然後呢一行說一行哭得烏烏烏烏 請你們注意 連王夫人並眾姐妹無不落淚 連王夫人都哭喔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迎村的嫡母的反應是什麼 如果你們把這一段好好的看完 看到下面一頁的最後一句 你會發現刑婦人根本不關心她的死活 那所以王夫人是真的疼愛他們的 我想好多的證據 我們以後在人物論的時候 再詳細的說好了啦 好啦 所以可是沒有辦法 王夫人只得用言語勸解說 那已經是遇見了這不小事的人 可怎麼樣呢 好結果本來是勸 我們就是說意思是說 賈政原來也是勸 這個假設不要這樣做 不該做這門親 可是大老爺質疑不聽一心情願 到底做不好了 所以他說我的兒兒 這也是你的命啊 所以你想想看 古人的女人的命是真的非常可憐 他完全是被決定的 那麼即便他的娘家是如假家 這樣的一個聲勢地位 依然沒有辦法改變嫁出去的女兒的命運 你們就可想而知 所以迎村就哭啦 哇他說我就不信我的命這麼不好 注意喔 從小沒了娘 幸而過省子這邊過了幾年新靜日子 如今天又是這麼個結果 從這幾句話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又是王夫人提供給他 真的是幸福快樂的幾年生活 如果不是到了王夫人身邊 我們可憐的迎村甚至不知道 什麼叫做幸福的滋味 所以這些話都是非常如實的呈現出 王夫人根本不是我們一般的 研究者所說的那個樣子 好啦 王夫人一面勸解啊 一面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回家啦 要在哪裡安歇呢 畢竟你已經是嫁了人的一個女子 那你的這個居處也許就跟 以前做小姐的時候不一樣 可是迎村說 炸炸的離了姐妹們 有沒有注意到 炸炸的 所以這些女性們真的都非常可憐 一個婚姻真的是莫名其妙 把她拋植到一個沒有根的 沒有安全的這個壁壘的 這樣的一個陌生的地方 那如果狂風暴雨一來 他們根本無所抵擋的 所以他說炸炸的離了姐妹們 只是眠思夢想 那麼二者還記掛著我的屋子 還得在園子 注意喔 就在園裡 舊房子裡住個三五天 死也甘心了 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得住得了住不了呢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迎村的心願好卑微啊 只要能夠在他的屋子裡再住個三五天 他說他死就甘願了 然後不知道下次還能不能住 意思是說他恐怕都有一點點敏感的意識到 他可能也活不久 好 那樣的日子過不下去的啦 他根本沒有任何的武裝 沒有任何的防備力量 然後遇到那樣的一個兇神惡煞 他真的是只有所謂的一載父皇糧的 所以真的非常可憐的女性 那麼由此可知 我先把這段話說完再讓你們下課 就是說所以各位你們看 所以王夫人就特別安排 讓他呢就在大觀園裡 他住的地方叫什麼還記不記得 是不是叫子靈州 對不對 好 就讓他再回去住 所以請看下一頁的第一行 迎村呢 世系仍在舊館安歇 那眾姐妹等更加親熱異常 因為將來不曉得還能再見面 請看 一連住了三日 才往行夫人那邊去 然後你看行夫人呢 也不在意 也不問他夫妻和睦與否 也不管他是不是家務凡男 就是面情賽則而已 所以你們可想而知 王夫人真的是他們真正內心當中 以及情感趨向的真正的母親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這個是我們的文字敘述所沒有辦法做到的 可是呢透過影像 真的可以是神來之筆的畫龍點睛 那就是在迎村就在孫家派人要把他接回去 然後他就要離開這個大觀園的門的時候 他真的是神來一筆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Amazing 那他就安排說行村就跨出門檻 因為門打開 那行村就跨出門檻 我們是不是就看到那個迎村的背影 對不對 然後呢他接下來設計就是讓迎村呢 依依不捨的回過頭來看著甲府裡面 這就是他依戀的母土 那當然這麼一來是不是就面對鏡頭 面對我們觀眾對不對 然後呢就這樣欺然欲絕的眼神 可是呢就這樣眼睜睜的無可奈何的 看到那扇打開的門 把他送出去的那扇大門 又再度的緩緩合上陷入一片黑暗 這個無形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相遇意義對不對 換句話說迎村就這樣子的 被隔離在能夠保護他的避風港之外 然後呢門的關閉也就等於徹底把他排除 而在畫面上的回復黑暗 無形當中也告訴我們迎村再度落入 那個可怕婚姻的深淵 從此萬劫不復 所以他後來很快就死了 所以這一段這個畫面無聲無息可能就幾秒鐘 可是我覺得真是非常精彩 這是請看華視版的紅樓夢臉詩劇 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等於把那個大觀園對不只賈寶玉 也包括這些女孩子們的那一種故鄉的意義 作為他們生命的中最溫暖最安全的一個所在的意義 我們就這樣子簡單做一個交代 那麼有關於這個大觀園的象徵意義 我們除了剛剛所說的那兩項之外 我們請各位往下看他還有第三個 而這第三個呢我想是大家很容易就可以這個揣測出來的 那就是大觀園象徵的是處子的純潔與喜悅 好 那不要忘記我們的元春他作為一個解鈴人 他是不是開放了有限度的開放大觀園的居住權 而對象都是誰呢 是不是都是未婚的少女對不對 那麼這些未婚的少男少女 少男只有一個就是賈寶玉只有他例外 那其他的都是未婚的女性 那他們當然都是洋溢著青春之美的這種家人們 可是其中有一個好像例外 但實際上沒有例外 那個人是誰 她結了婚 但是她還是住進去 她是李丸對不對 那她為什麼可以呢 不違背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原則 因為她是不是喪福對不對 換而言之她其實呢就她的處境而言 還是一個單一的女性 而且不要忘記那時候她大概幾歲 你們有沒有想過 天啊 你們怎麼都把人家 只要人家結了婚就把她想得那麼老喔 不是 她那時候才幾歲我推算過 大概才20出頭 所以她的兒子賈蘭幾歲 5歲啊 有沒有 她那時候剛出現的時候不是5歲 有一次提到5歲嘛 那依照當時的女性她們成婚的年齡 跟一個正常的狀況再加上 她的丈夫賈朱是不是也算是很早死的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年齡的推算來講 她大約才20出頭喔 所以各位同學們就知道 早年早婚又早守寡的女性 真的是非常可憐 因為她們的心靈處境是非常孤絕 而沒有安全感的喔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賈母是不是特別的寵愛她 有沒有 給她很多很多的優待 墓地也是想要來彌補 她心靈上面這一個永遠的無底洞 那總而言之 所以大觀園代表的是處子的純潔與喜悅 這個毫無問題 所以大觀園裡就比較不會有 魚眼睛所帶來的紛擾對不對 然後充滿的就是珍珠般的光芒 那麼第四個我們要進一步說明就是 大觀園它事實上象徵了 也是一個充滿了詩情的優美 所以大觀園裡面最主要的群體活動 甚至是個人活動就是哪一種 是不是就是做詩 有沒有 那麼劫詩社可以說是大觀園最空前 那麼也最鼎盛的一個活動 然後他讓所有的成員 都以這麼一個藝術的形式 然後糾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純粹是藝術的一個互動 那而這個詩情的優美呢 除了是在藝術上面的美感的體現 而讓大觀園那麼更精雕細酌之外 請各位注意 我覺得詩歌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一個文字的產物 嚴格說來我認為 它是性靈的升華 因為它讓你在繁俗的世界裡面的種種思慮 透過非常嚴格的格律跟形式規範 以及一個積淀良久的一個抒情傳統 而讓你進入到一個是超越現實 而完全是一個性靈活動的世界 所以我下面就補充一個非常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麼就是還記不記得有一個非常可憐的女性 我覺得她應該是紅樓夢裡面最可憐的女孩子 那麼林丹玉實際上一點都不可憐 如果你真的去比較的話 那這就是香菱 香菱大概是最悲慘的一個 我根本覺得曹雪芹塑造她 就是要來這麼血淋淋的赤裸裸的 讓你無從迴避的看到一個這麼美好的女孩子 但是她的一生就是白白的被摧毀 白白的被浪費 沒有任何的意義 沒有任何的價值 她的人生就是莫名其妙來受苦 然後呢就莫名其妙的死去 你再好的品質 你再好的天性 你再美麗的外貌 可是就這樣被一個可怕的現實呢 給完全的抹滅掉 沒有價值 沒有啟示 沒有推進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分一毫 所以我覺得香菱是最可憐的一位 那麼對這樣一個可憐的香菱 你們告訴我她有受過教育嗎 當然不可能啊 拐子怎麼會花錢去培養一個要賣掉的女孩子呢 所以呢她被薛盤買來以後 是不是又當侍妾 又當奴卑 整天忙得要命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請注意她真正流入出她人生的心願 是不是就是要住進大觀園 而住進大觀園第一件 她所真的有所抑鬱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學寫字 寫詩 有沒有 然後就拜林黛玉為詩 然後她也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學寫字 所以各位你們要注意這件事情太過重大 一個人沒有學問是不是就流入世俗囉 同樣的喔 香菱再好的天性 再好的資質 如果她沒有會寫字 如果她不會寫詩 那麼她就是一個世俗的人 那麼這一點呢 請你們注意 所以就在賈寶玉的一番話裡面 清清楚楚得到認知 就是當這個香菱學了詩之後呢 我們這個寶玉就非常高興 她甚至用了一個 我們覺得都已經是成槍爛掉的成語 可是講的真的非常的有道理 她說香菱學寫詩啊 那詩又後來果然進步到很好的情況 她說這正名天地至公 那麼人潔就會不對 地靈就會人潔 她說香菱的這一個優秀的表現 就是地靈人潔的絕佳體現 所以她只有來到大觀園 是不是才能夠把她的性靈開發出來 才能夠寫出那真的非常優雅的詩 可是優雅絕對不只是形式 優雅就是你的靈魂造型 你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 你的靈魂不美 你就絕對觸及不到那麼優美的 那個詩歌的意境 所以有那樣的詩歌意境 至少在那一瞬間 我們的詩人 我們的作家 她的靈魂就已經是到了 那樣的一個優美的 懸傲的 然後那個簡直是天的一種啟示 一種特殊的那個靈妙的瞬間 才能夠產生的 所以香菱是在學了詩之後 才真的叫做人潔 然後才真正的進入到一個 有靈魂的這個境界 所以我剛剛給同學寫了一句話 那個其實也是來自那個封殺星辰 那封殺星辰的最後一句話 我覺得實在太精彩了 他說真的 從一個 不是 這是我做的一個補充 那麼我們的深羞玻璃 是透過一個飛機的高度俯望人間 看到太多人類的殘忍 人類的醜陋 人類的有限 那麼他們會互相殘害 他們會互相殺戮 他們會欺騙 會貪婪 可是用這樣一個高度 再去看這樣的人間的時候 卻又充滿了悲悯 你感受到他們的無知 心中充滿了無奈 那於是他看到這麼多被埋沒的性靈 就因為他的環境艱困 所以他沒有被好好啟發 即便他是一個莫扎特 他都會在人群當中被謀殺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好的環境 可以去啟發他的音樂細胞 沒有一個環境 可以讓他真正成為一個音樂的大師 所以一個小小的莫扎特 他就有很有可能在他作為難民的 波蘭工人的那一群疲憊的 醜陋的藍綠的身軀當中 就這樣子的被埋沒了 所以一個小小的莫扎特會來不及長大 純粹只是因為他的環境 沒有辦法提供給他長大的機會 所以在這樣零零種種的悲悯跟觀察 跟思考之後 聖修伯理是用一句話來收集他的全書 他說只有靈魂 只有靈魂在黏土上吹一口氣 才能創造出人類 那這就是真的是發人深省 像木古城中一樣魚鷹鳥鳥 我總是聽到他的回音 讓我們知道說 人活著不是因為你有兩隻腳 你會講話 你活在一個人的世界裡面 你就叫做一個人 不 你不配 你沒有做任何的努力 你連自我提升都不願意努力 所以只有靈魂在黏土上吹一口氣 才能創造出人類 而這個典故當然是來自聖經 聖經就有點像女娲造人一樣 他說上帝是用那個什麼黏土 Clay來塑造出人 但是聖修伯理說 我們可能只圖聚黏土的行驅 我們只是土木行骸 只是行屍走肉 如果你沒有靈魂 你事實上就不配叫做人類 我們做的隱身就是如此 所以真的只有靈魂在這個黏土上吹一口氣 你才有資格叫做人類 那我認為以紅夢而言 他真的是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確實真的可以透過很多的努力 讓自己看到這個世界不一樣的景深 而不只是在停留在我們眼前所見的 這一個這麼有限 這麼粗淺的世界而已 而詩歌是中國文化裡面最優美 最深邃的一部分 那也是只要我們受過一點教育 我們懂得文字的運用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透過它來穿透現實 然後進入到一個不被現實所誘的 那個無限的美好的世界 那所以香菱我認為他就是在這裡 他看到了詩的這一種 作為靈魂出口的可能性 透過寫詩他可以解脫現實的那些凡難 那些沉重的雜物 以及蒙蔽雙眼的那些俗物 那詩裡面他的靈魂真的可以呼吸 所以詩就有如吹到他這一個黏土上的一口氣 而使得他有了真正的人類的靈魂 所以他會這麼的熱愛寫詩 我認為不像有些紅學家的看法 有些紅學家是說香菱之所以喜歡寫詩 就是因為他想要模仿那個上流社會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恐怕沒有以千里 我根本我覺得這個實在 把人的心講的實在是太小了 那麼我希望我們在這裡感受到的是說 他的迫不及待專心自治在學詩 真的因為詩歌是對粗糙的現實的一個升華和進化 那麼在裡面你可以看到 內在靈魂的活動和藝術美感的提煉 所以他可以說是 深陷在現實泥鬧當中的人的一個精神出口 那我覺得香菱終於可以在寫詩當中 感覺到他靈魂的躍動 他可以呼吸形而上的優美的世界的一口新鮮空氣 所以他會覺得他復活 而不再是深陷在現實當中的一個可憐的女孩子而已 好啦 這個是我們多做了一點補充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大觀園裡面最愛寫詩的人就是誰 就是林黛玉 有沒有 所以林黛玉對他來講詩根本就是他靈魂的歌詠 你就可想而知 他是最能夠打到我們心靈深處 那麼真的是可以契集到靈魂高度的 一種很特殊的一種藝術活動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所談到的 大觀園的第四個象徵意義 那麼第五個也請各位要注意 這事實上是我們不能夠否認的 大觀園他象徵的其實是一個宗教化的聖殿 而這個宗教的意義就來自於皇權 神聖不可侵犯的那個禮教 這個是大觀園絕對不可能豁免的 如果我們不從這個地方去談大觀園 你只會是一廂情願 就把他當作是一個真正的所謂的桃花園 然後與世隔絕 大觀園絕非如此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事實上以他作為皇權的這個體現 直接的一個映射的對象 他的神聖不可侵犯 使他充滿了許多的禁忌 首先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男子是不能進去的對不對 那麼當然有一些少數的例外 來 我們大家來算一算 確實我們偶爾看到有幾個男性是進去的 其中一個是合法可以進去的 賈寶醫就住在裡面 我們指的就是外人 不是裡面的居民 是不是就是醫生嘛 醫生當然可以進去 不然這些小姐們生病怎麼辦 但是醫生要進去 還是有很多其他的規矩 那除了醫生之外 我們唯一看到的好特別 那個人是到了怡紅院 而且好像不只去一次 而且他不只到怡紅院 他甚至負責帶大官各處種樹 是不是就甲芸 所以那是很特別的例子 那當然因為他種樹嘛 那個是一個本來就是外在世界 要來規範這一個大官員的員林 其實是不可或缺的一種現實的介入 所以當他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各地都要圍起那個部幕有沒有 因為男女有別 不能讓這些男子們跟少女們 有任何甚至是視覺上的接觸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禁忌 那麼其中另外一個禁忌 就是各位非常熟悉的 就是第58回偶關是不是燒紙錢 這真的是莫大的犯禁之舉 所以他被婆子抓到的時候 婆子事實上是不是要以這個作為把柄 有沒有 因為他們雙方魚眼睛跟珍珠之間勢不兩立 所以他藉由這個其實就是想要來 這個找偶關他們的麻煩 那沒想到中間被哪一個程咬金 給攔阻了他的這個企圖 是不是就是賈寶玉 所以賈寶玉護衛了這些少女 但是嚴格說來偶關做的真的是 以現實世界的禮教而言是乾犯禁忌的事情 所以這個老媽子他就很生氣 他說他就很不平 他覺得這才太不公平了 人家還沒拿個什麼東西進來 就說死不得死不得 你這樣會污染這個地方 你等於是衝撞這裡的神聖性 那結果偶關燒紙錢 這個不乾不淨的許多忌諱 那這個燒紙難道不忌諱嗎 所以偶關跟這個老婆子之間的衝突 其實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所以連大官員裡面也都充滿了很多的矛盾 他絕對不是一個所謂自由平等的地方 至少就老媽子來講一點都不平等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 真的 各位你們都沒有從另外一端 去設身處地的想過 因為我們在這個作者的視角引導之下 我們很容易就傾向於這些少女們對不對 於是就把跟他們作對的 或者是說跟他們不一致的人 我們就很容易把他們當作敵人 把他們當作罪犯 然後就給予他們不公正的評價 可是事實上我們做一個客觀的讀者 恐怕要試圖超越這個片面性 很多事情不是這麼的簡單的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做一點小小的補充 那麼這個第六項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要請各位來學習 來參照一個非常有趣的西方理論 而這個西方理論呢 可以在很多的文學作品上面得到印證 那當然他的理論其實是滿龐大的 也有他很大的經維度 我們現在的運用當然只能夠簡化 那就是我們藉這個機會來說明 大觀園的第六個象徵意義 就是他是一個春的淨土 充滿了春天的美好 春天的興旺 充滿了春天的創造 與那一種美麗的這一種體現 那麼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大觀園非常的美 那不用講富麗堂皇 可是又充滿了植物流水 慶芳溪的那一種流淌 那麼簡直就如青春之泉一般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園林 那麼園林當然也是中國在中國文化裡面 那麼對於我們所安身立命的世界的一個 幾乎是樂園式的一個佈局一個建造 那麼所以各位你們可以注意到 大觀園他作為一個春的淨土呢 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看到 例如說賈家的這些嫡系女性名字當中 都有一個字 那個叫做挑明有沒有 哪一個挑明是不是就是春有沒有 說明他們是堂姊妹同一個輩分 所以從圓春 迎春 漢春 席春 有沒有 那這個春字事實上滿俗的 但是因為紅樓夢本身有他的一個體系 有他一個特別的一個設計 所以這個春字某個意義來講 我們要還原到他最本質的 那一個美好跟那一種創造來體會 那除了這個春字之外 大觀園相對而言確實比較自由 而且你看裡面有很多可愛的動物 美麗的植物 還有呢有如青春之泉般的慶邦溪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溪水 我們講到大觀園的流水設計的時候 會再特別來說明 現在就我們趕快趕一下進度 那麼現在我就要跟各位提醒 作為這樣一個春的淨土呢 總是讓我覺得有一個西方理論 來駕馭闖是非常貼切的 那個呢就是那個一個加拿大的學者 非常具有創發力的一個批評家 就是弗萊我們把它翻成弗萊 那麼他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分析 他就是提出所謂的那個畸形論 請你們注意是這個畸形喔 如果你們在答案卷上面寫成這個畸形 那我就要扣你們分數 我真的看到同學就寫這個畸形 這個完全不通的嘛知道嗎 那這個畸形什麼意思呢 就是最基本的形態 所謂的archetype 就是他發現說 好多好多的那個包括傳奇小說 戲劇甚至抒情詩歌 他在很龐大的一個文獻的基礎上呢 他發現這些作品有一些共通性 於是呢他就進行下一步的一個歸納綜合 那他這個畸形論基本上的那個精髓就是說 來請各位看一下 他發現我們呢人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一方面呢就是一年四季的循環對不對 那麼另一方面就是每一天的成婚 的這種時程的變化對不對 然後我們每一個個體是不是有生老病死 的這些不同的人生階段 結果他發現我們的存在在時間之流當中呢 可以彼此發生對應 而這個對應是以一個非常系統性的方式 很一致的出現 所以簡單說這個畸形論說啊 他認為呢成婚春秋 就是一天的時辰一年的季節 還有人生生老病死的變化 以及文學的內容 那麼他呢發現其中有類比關係 這個類比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他發現喔凡是寫到這個黎明的 常常他內容中相關的呢都會是春天的背景 而裡面所續寫的那一種活動 跟他的內涵常常就是跟誕生有關 他誕生當然是有無而有的一種偉大的創造 那同樣的呢如果寫的是日舞這樣的一個時辰 那背景呢常常就會對應到夏天 然後這時候呢人類的活動人類的心境就會比較跟勝利相關 這個就叫做類比系統性的類比一致的呈現 然後這兩種黎明跟這個日舞 就是對應到春夏畸形的 他往往又會通往正面的喜劇境界 當然喜劇境界就會對應到悲劇境界 那麼下面是最有趣的 我整理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麼在喜劇境界裡面展現的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的構成除了人之外 各位你們真的不是獨立生活在天地之間 你們好好的吸一下空氣 因為它讓你的肺 你的心臟可以持續跳動 它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 那麼如果沒有這些動物表面上 好像不存在你的生活周遭 可是沒有他們我們人類一樣活不下去 換句話說構成這個世界的整體的 除了人之外還有動物還有植物 還有礦物還有流體的世界 這還是一個世界的全貌 而在喜劇境界當中呢 他發現這些不同的類型呢 他們會同步類比的出現相關的一個連帶的表現 那麼例如說在喜劇境界當中呢 這就是所謂春夏畸形 如果是在春天的背景的話呢 那麼人的世界都會是座談 大家坐在一起很開心 維絮而且充滿了秩序 所以不會有混亂 我們很安全 所以人跟人之間是一種非常穩定的 溫暖的正面的友誼以及愛情 所以這就是他認為在春夏畸形的 這一種畸形的這個系統裡面呢 那麼會對應到的人類的一個常態 那麼同樣的這個人周遭的動物 會是什麼樣子呢 他會是溫馴的家畜 比如說羊咪咪啊 小貓咪啊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例如羊群啊 或者是巡糧的飛鳥 像鴿子 對啊 我們家後陽台的那個花台上 這兩天就有一隻鴿子在那邊生了兩隻蛋在孵鳥 孵小鳥 我們真的覺得充滿榮幸 太歡迎了 然後覺得好可愛 因為他顯然是非常信賴我們對不對 覺得我們家很安全 這真的是對我們最大的讚美 所以你看我們家現在在春天的畸形之中 好 好啦 所以呢 他對應的那個寫作內容 也會是田園木歌異象 所以你看田園木歌嘛 都是多麼的田靜優美 那麼心靜非常的安詳 然後這個世界是多麼的平靜 好 所以這個都是相關的表現 那麼至於植物世界就會是花園 注意大觀園是不是就是一個典型的花園對不對 好 那他就是一個樂園囉 那這個是花園小叢林或者是公園 那裡面呢會有的就是生命樹 好 帶給你那個生命的光亮的 那麼常常會出現的呢 也包括玫瑰或者是蓮花 那蓮花Lotus在西方是不是也是一個 尤其佛教裡面 也是不是都是一個 什麼極樂淨土的一個象徵嘛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請注意 在喜劇境界所對應到的春夏畸形的相關異象 他們大概都會是這樣的正面的 同樣的在不定型的流體世界裡面呢 大概就會是河流 好 河流 那河流是什麼意思呢 要注意 小河流水 那麼可以帶給我們農村源源不斷的生機 所以我們杜甫在他的四川成都草堂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射南射北 接春水 淡見群毆日日來 群毆是不是就是這裡的尋良的飛鳥 然後呢花靜不成圓客掃 蓬蒙金矢未君開 來那個花靜是不是讓我們杜甫的草堂 好像變成一個小花園 然後來的人是誰 蓬蒙金矢未君開啊 所以很顯然是不是他很喜歡的一個朋友 是不是就是友誼 有沒有 然後什麼盤孫勢遠無堅未 尊久嘉平子舊胚 有沒有 肯與凌翁相對飲 歌曆呼許禁於杯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杜甫的這首詩是不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呈現這樣的一個世界 好 那所以這個河流當然就是平靜的 豐饒的 帶給我們身邊的所有存在的一個豐沛的滋養 那麼至於礦物的世界你會發現 就是城市建築物或者是廟宇或者是石頭 可是這個石頭常常就是閃閃發光的寶石 所以要注意因為有城市有建築物 我們人類是不是才覺得很安全對不對 讓我們遮風避雨 而且它是一種人權秩序的體現 好 那閃閃生會的寶石無人不愛 所以點綴這樣一個寶石的地方 也大概是人類覺得是樂園的所在 那麼同時你可以發現不只是閃閃生灰的寶石 在喜劇境界裡面的東西 幾乎都可以看成是發光或火熱的樹 尤其如此 那各位有沒有想像講到 在我們大觀園裡面 樹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到處生灰有沒有 上面是不是還可以張燈結彩有沒有 尤其是在大概是第二十幾回有提到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規格的風俗 是不是就叫做那個芒種節一過有沒有 就要見記花神對不對 然後就要在這個樹中 花園中各棵樹上面是不是就是 結了各式各樣的彩帶有沒有 非常的這個繁華 所以大約都是體現出這樣的一個意象 那果然大觀園中的建築物 是不是都是這些人們 心中真的是有如母體般 可以好好護衛他們重新修復傷口的所在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發現確實大觀園 真的都符合這樣的一個春夏畸形 當然如果我們要再進一步做補充的話 人生不是會永遠這麼樣子的完滿 負面來說秋冬畸形 它就會對應到所謂的悲劇境界 那秋冬畸形很簡單 來我們來對照一下 如果秋冬畸形的話 秋天的畸形它對應到的 其實就會是什麼 黃昏 然後對應到的就會是什麼 死亡 那麼如果是冬天的畸形呢 它對應到的就會是什麼 黑夜 然後相關的人類的狀況 或者是存在的狀況就會是解體 就是除了死亡接下來就是解體 有沒有 回歸到空無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 它的悲劇境界所體現出來的人的世界 你們就可想而知一定是什麼 革命 反叛 無秩序 無政府狀態 那非常恐怖的 然後人跟人還有被遺棄的孤獨的領導者 大概這就是悲劇境界會看到的 你們注意聽喔 因為等一下我要你們去對照一下 大官員的後期的發展 好 那麼在秋冬境界裡面呢 動物的世界很明顯 是不是就會變成野獸對不對 對人有致命的傷害性 讓人覺得恐懼的猛獸 包括蛇啊 或者是西方的那種惡龍 有沒有 甚至是水中的那個怪獸等等 那你會發現這些作品好奇怪 當它的背景是黃昏或者是黑夜的時候 它對應到的動物就會是那一種類型 那植物世界會是什麼呢 請你們注意 就是那種很妖怪的樹啦 吃人的樹 有沒有 我想大概會出現就是毛毡胎啊 什麼豬籠草啊 這種讓我們覺得很恐怖的 可是我們再進一步引申 告訴你們這種畸形真的 也跟我們剛剛說的那個門檻意象 也是一樣很有高度的共通性 告訴你們在哈利波特裡面 也有這一種邪惡的樹 哈利波特裡面啊 有啊 守住那個 The Forbidden Forest的那個 是叫做Homping Willow 有沒有 Homping Willow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是英文本 所以我只記得這個名字 中文怎麼翻譯 對 那個是不是很恐怖的對不對 整個那個這麼龐大的鋼鐵的汽車 會被他甩成一堆廢鐵有沒有 所以那真的是很恐怖的 所以事實上你會發現 這些相關意象 真的是非常高度的普遍性 所以你知道西方的那個 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 他們真的都是非常博學的 當他們提出一個理論的時候 其實是建立在很龐大的文獻基礎上 所以他們歸納出來那個理論 就有很高度的適用性 當然這個高度的適用性 不表示百分之百 因為畢竟還有一些文化的個別的差異 可是有很多地方確實可以看到他 幫助我們更理解這個作品 好 那各位再來看一下 那在悲劇境界裡面 不定型的流體世界就會是什麼 不會是河流囉 不是那種小橋流水 很優美的江南風光喔 不是 就會是海洋 海洋是不是詭譎多變 對不對 會吞噬許多的生命的 尤其是海嘯 那就非常恐怖了 好 那這個是悲劇境界的 那麼悲劇境界裡面的礦物世界 會是怎麼樣子呢 就會是沙漠 廢墟 這種沒有生命力 而且充滿了荒廢感的那個所在 好 我們如果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比照 來 我們剛剛也是用杜甫詩 來證明所謂的秋冬畸形 春夏畸形 那我們同樣用杜甫詩 來印證一下秋冬畸形 最典型的就是我們杜甫晚年在奎州 他心中充滿了那麼國魄跟這個生命無所歸屈 年老體衰的那種背景底下所寫出來的詩 就是有沒有什麼 詩名我一時忘記了 不過詩歌就是那個什麼 好啦 就是第二句 我從第二句誰幫我補第一句 什麼主青沙白 鳥飛回 有沒有 主青沙白 鳥飛回 有沒有 蛤 對 風極天高 元孝哀 有沒有 元孝是比較野獸囉 然後呢 主青沙白 鳥飛回 那個鳥本來是溫馴的鳥 可是在那樣的狂風席捲當中 他已經幾乎是在掙扎在抗拒 而恐怕就會被吞噬有沒有 你看他的柔弱無力 再來呢 吾邊落幕削削下 不進長江滾滾來 而吾邊落幕是不是感覺上 就是一個死亡的樹嘛 對不對 再來呢 不進長江滾滾來 是不是已經其實像洶湧的海洋 對不對 然後呢 下面萬里悲秋 秋天出現了 萬里悲秋常做客 客不就是一個流離失所的人的處境嗎 然後呢 百年多病獨登台 有沒有 就是寂寞老年疾病死亡的意象 所以他下面 你就自己再去對照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一套理論真的可以有他一定的適用性 所以回到我們的紅樓夢 來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說大觀園是一個村的淨土 所以體現的是一個村下的畸形 可是大觀園終究會崩潰 所以到了大觀園的後期 我們發現到他所出現的那些相關意象呢 已經逐步的轉向了秋冬畸形的悲劇境界 例如早期在這個蕭香館出現的 鳥類動物是什麼 我已經告訴你們是鳥類了 是不是燕子 有沒有 那個27回吧 林黛玉不是吩咐子娟說 看那大燕子回來 有沒有 就把那個簾子放下用香爐罩上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他跟燕子那種很溫和的家居動物 根本就是生活在一起 而彼此相濡以沫 可是 然後呢告訴你們 那個怡紅院的院子養的是什麼鳥 蛤 就是仙鶴啊 仙鶴也是非常正面的動物啊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們知道嗎 到了大觀園的後期 大概是在他們來 請看一下是在 第76回我們史湘雲跟林黛玉 在那個園中做這個中秋詩 來 就出現了一個非常聳動的一項 在一一九八頁 來 請看一下最後一行 湘雲正要去聯聚的時候 黛玉指著池中的黑影 對這個湘雲說 你看那河裡 怎麼像個人在黑影子裡去了 敢是個鬼吧 那湘雲就說 可是又見鬼了 我是不怕鬼的 等我打他一下 好 看我們湘雲真的很可愛 他真的滿女中豪傑的 所以他就彎身撿了一塊小石片 向那石中打去 只聽打著水響 一個大圓圈將月影蕩散 復聚者數次 只聽那黑影呢 那麼嘎然一聲 卻飛起一個白鶴來 那麼直往偶像洩去了 原來他是一隻白鶴 事實上是非常優美的動物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 他被渲染出一種非常陰森的 那一種鬼魅般的形象 有沒有 所以這就是在大觀園後期了 你看這是第76回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種種這些 跟我們前面所看到的春夏畸形 不一樣的這些異象都已經在預告 大觀園就要不相毀滅了解嗎 所以這一種像鬼 那麼像野獸 陰森的這些東西 就已經開始逐步出現 還有你們不要忘記 就在前面賈鎮他們在過中秋夜的時候 是不是喝酒吃飯到深夜半夜 是不是聽到牆下有人長叹一聲 對不對 那確實也是他們祖宗的鬼魂 所以你注意鬼經常 就在這個大觀園的後期 當然那個賈鎮聽到那個鬼 不是在大觀園裡面出現了 可是你會發現 整個紅樓夢的那個敘事走向 到了後半階段 就開始出現一些 真的是比較是我們用這一套理論 所看到的悲劇境界的種種意象 所以這就是告訴大家 世界的所有存在都是在生命變化之中 大觀園尤其是人力刻意塑造 要營造出來的 所以他終究是不能夠免除現實力量的收編 而終於要回歸到現實世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對大觀園 我希望大家先要有的一點基本的知識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來談一下 大觀園到底是怎麼樣的結構 怎麼樣的創造 然後每一個創造的項目 它所蘊含的一個基本含義又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就要開始來跟大家逐步來談的